纽约时间,纽约时间 美国10月16号 我这老是把时间搞错 那我谁搞错 10月16号 文贵在这里 向战友们报平安直播 战友们好 这几天呢 咱们都很关注的事情 大连 给文贵一个创造了 本来我说这个写错了 迪斯尼人家这完全是不对的 完全是不对的 吉尼斯世界纪录 被罚款130亿美元 那么这几天 全世界的我的朋友 还有各种媒体联络我的 太多了 太多了 主要是说这个郭先生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这太疯狂了 太疯狂 香港的台湾的国内的日本的 哎呀我这满脸都是油 这个罚款还罚的少还是 罚多了就没有了 加个人得了1300亿美元 所以呢 都说你怎么想这个问题 太荒唐了 很多人都在说这个事情 那么我的回答呢 非常简单 我说你看一看我们的案子 从成立到现在 刘延平的到美国 孙林军的到美国 从发红通 断播 抓捕 审判再审判 再抓捕 抓了放放了抓 再判 取消 等一系列的事情的发生 他最简单 最简单的答案就是 这个国家是黑社会 在统治着 不是一个党或者一个政府在统治着 这就证明了这一点 以黑治国 在郭文贵这里 找到了最好的答案 最好的政绩 是一个最好的样板 那么很多人啊 这一点都知道 但是又都想知道详情 那么我在这里呢 一 这个 我没办法全部回答 我在这里给大家先预告一下 我们正在准备 就大连 这个审判 一罚这个北京政权公司 130亿美元的事情 我们正在准备 我们就此会有专门的一次的 这个视频 因为呀 这个 我看到这个判决书以后啊 我自己都糊涂了 因为这件事我不知道 这人很多我也不认识 连时间和金额我都不知道 就是大连公安 大连公安 就能在这么短的时间 两三个月 就把一个案子 从头到尾捋清楚了 所有被关业 所有的证人 都是被关押状态 在大连法院审判期间 发生的事情 那就太笑话了 笑话到了几点了 这个有律师在现场的录音给我发出来 这个威胁这个我们的高管 旁边有人给偷偷的录了音 录音就在专案主 还有大连法院怎么威胁 现场是一塌糊涂 大家全傻了 600亿全傻了 人家这 原来商量好的剧都不唱了 版本不唱了 拒绝了 不唱了 咋办 赶快停 停录像机 商量条件 威胁 你不行 把你妈抓来 不行 把你女儿抓来 最后在这种威胁的情况下 然后呢 没办法哭哭啼啼 再回来再重新录像 就这么开的停 那里边背后的故事多了句了 我知道的肯定是一少部分 但是我知道的已经把我给吓白死了 我知道他们以黑制国也没那么黑呀 这也忒黑了吧 所以就这个问题 我给所有的战友们说 等等 等等 毕竟这个政权已经上述了 等上述期过完 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 进入公司进行破产重组 破产重组 破产重组 大连法院 大连公安 你不去重组政权攀骨 你祖宗八辈都是驴套的 记住着我说的话 你要不去重组 你祖宗八辈都是驴那个癌子的 你们一定要去重组去 你要不重组 你们就不叫大连法院 不叫大连国 不叫大连政法委 中国政法委 中国政法委 这个大连专业主的人 大连法院的人都说 这是政法委的指示 政法委 你不把盘古政权给重组了 民主给重组了 你们就不叫政法委 你们都是驴 驴的后代 螺子的后代 你们一定要去 你不去 你们就完全对不起 你们自己现在把握那么大的权力 你不去多丢人啊 多丢面子啊 是不是啊 一个小小的龟文贵 一个小小的政权攀骨 民主方正 你干嘛不去啊 一定要去 我就等着你行动 我等着你上述期过完 然后呢 你们就开始执行 破产重组 我在出手 就这个案子事情 我在出手 亲爱的战友们啊 其他的事不受影响 我已经说过了 在案前啊 这个多个渠道 想与我沟通 我都拒绝了 不可能 我不会做这个交易的 那么非常好的事情 非常好的事情 你们在恰当的时间 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我可以说 这是过去两年来 这是共产党 中国政法委 刀割这一集团 送给我们爆料革命 给文贵最大的礼物 最大的礼物 这个礼物有多大 咱慢慢看 别着急 别着急 就在我直播的地方 就在我屁股蝶这个椅子 曾经就是 安全部的党委书记 刘延平先生 对面就是他的秘书 还有这个国际情报局 间谍局 美女 都就住在这个屋里面 创造了美中历史上 最大的中共官员 到美国非法执法 在机场被抓 后来发生的事 大家不都知道了吗 不着急 另外一个我想 给我的员工啊 因为我现在 我为了不牵连我的员工 我跟他们都不联系 我过两天 我会专门在上述期过以后 我专门有一个讲话 不是讲一个战友的 你们也不用看 我是讲给我们公司的同事 还有我们的合作伙伴的 名字我都想好了 在之前我就说过 我就等着大连审判完再说 就是我给这个盘古政权 预达公司们讲讲我的心里话 有这么一个节目 第一个讲讲大连审判的背后故事 和真实的背景 还有他们是如何造假如何违法 第二个就是我要给所有的这几个公司的员工们 和合作伙伴们讲讲心里话 第二个节目 第三个节目 我正在准备中 那就是真正的大连审判大连专案主 它背后的指挥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来我们得讲讲这个政法委了 得讲讲这个中纪委了 不讲讲不行了 他们以为这郭文贵没料 你整不着我 跟孟建柱当年一样 王岐山 能咋的?能咋的? 就像这专案主 这个给我们这同事员工 给我们律师说 你们郭文贵在外面真的啥用啊? 那爆料丁个屁用啊 屁用不丁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我们早晚一天都把他收拾了 看看杀特怎么杀人了嘛 那才是我们的方式 给他留着脸呢 直接给肢解了 然后把事情运回来 我们弄得比较含蓄 在这个法国把王岐那个自杀 拍照死 我们讲艺术 但是郭文贵只有俩选择 要么你当王岐 要么你就当杀特杀的这个 这个家伙给你肢解了 我突然想起啊 当年 刘彦平同志 哎呀 跟我沟通的时候 说文贵啊 你如果经济有困难 家人有困难 或者需要这个国家帮助 你在纽约 在伦敦大使馆 你一句话 随时去 那里边功能你随便用 你要用个几百万现金一句话 我现在明白了 这刘彦平啊 就是往那个大使馆 领事馆给骗进去 然后就变成了 就他们今天所说的 变成杀特的 杀的这个人 直接给你肢解弄走 我估计当时就这么想的 当时就这么想的 哎想想挺深的 你说肢解是不是挺疼的呀 砍的胳膊头腿 好多片你说啊 你说是挺疼的哈 哎呀 然后大连专案主 还有北京专案主 这些人 你说嚣张到什么程度啊 对我们的公司里边 原来我说我十块钱都要管 竟然是头两天跑到我们公司 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这是昨天我才知道 没人告诉我 我们的律师啊 还有其他人告诉我 说这个头两天专案主去了 对我们原来被判的高管 现在都放出来了 都三年到期了 释放了 这又重判了 判三缓四了 判二缓三了啊 这些人 我们公司一直发的工资 车辆交通没有变过 这些人 只要我没有饭吃 永远会养到他们 因为他们是因为我 因为公司被陷害的 可是专案主去了 必须要求把这人公司给停了 那我们公司的高管说 你凭啥有啥权力 让我们企业 停发我们员工的工资啊 他们让你们 我平安过抓起来几年 判了刑 有的老公离婚了 有的老婆 当时抓怀着孕 回来孩子都大了 回来都是半神经病了 一头白发 全身是病 被他们都打了个半死 虐了个半死 其中有一个员工 在里面被一个女警察 骑在身上 夹着脖子 说要夹死她 你说这个女警察要脸不要脸 不知道怎么看了希特勒的电影 电影里有这么个镜头 女警察 这个女拿税分子 夹死犹太的一个老师的这个镜头 他悬了 他使劲儿夹 这个人现在回来 就是整个人半疯了 从来没敢进入公司门 这些人你说 再不让他有工资 你再把工资料停 你不逼死他们 你不是逼死他们 所以说这些专案主的人 你说这些流氓 到了什么程度 你们这帮畜生 你们这帮畜生 你们就不是爹八生的吗 你就不是人造出来的吗 他们跟你什么仇 跟你什么样的恨 你有什么样的权利和法律 你有什么样的资源 你们天天到盘古政权上班去 流氓哼哼的 晃着膀子 卖着拔子布带公司走 全世界有这样的黑社会吗 黑社会也不会这样啊 专案主 就带着专案主杀名 也不穿你那个虎皮 你就跑到公司里面耀武扬威 你就不怕招雷批了吗 你说这缘故怎么招你惹你了 被你们怎么弄起来的 这几年 人家回来了公司发工资 有饭吃别饿死 你们要听发工资 我听了我真的很生气 你们这些作为 只能加剧和加速郭文贵 对你们大击 你们别跟我吹牛逼 吹啥 哎 郭文贵那怎么着 哎哟 张扬怎么着 张扬怎么着 全家不被灭了吗 张扬是谁先报出来的 房文贵怎么样 周永康又怎么样 我都不说许才说又能怎么样 你们那李东升公安副部长 莫红伟都怎么样 你算开屁呀 你这几个小烂仔呀 你算啥 在这个杀烈机器里边 你屁都不算 要武扬威的你 苟杖人士 你跑那块去 嚣张至极 你造假造到这种程度 所以说 战友们 就是这些专案主 打着习近平的名义 王岐山肯定不是打别是真的 说这是习近平的指令 这是中央政法的名义 现在郭升坤了 赵乐际俩人研究了 要采取这样的措施 这些人想干嘛 这些人被抓 这些人和被害 你们想想他们是因为什么 没有一个人是犯过罪的 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 危害不社会 全都是真真正正的 老老实实的 每天十几个小时工作 为了这个社会国家 哪像你们这帮人呢 偷鸡摸狗坑门拐骗 烧杀抢掠 所以战友们 这个为什么说 这个盗国贼的以黑治国 以警治国 以贪反贪 以假治国的恐怖和恐惧呢 竟然让我们原本工资给停了 耀武扬威 然后挨个威胁 私下给他谈 信不信啊 过去我们还有点机会 现在我们没什么机会 分分钟让你消失 而且竟说啥话 我告诉你 我让你们郭老板 马上认识到你被判的公司 我让你老公知道你有男朋友 有的跟你男的说 我让你老婆知道你有女情人 竟然有人说 有着这个专案主说的慌道什么程度 我可以把你家人 你姐姐你姐夫的婚姻都给你灭了 这是哪是黑社会干的了的事啊 战友们 你去想想哪是黑社会干这事吗 把一个我嫂子的 这个姐姐家的 女儿的 谈恋爱的 爸爸妈妈都给鞭空 你说说 这个人类上荒唐到最荒唐的程度 就是这个共产党CCP了 就是这个CCP了 那么最近发生的事情 这个包括这个审判 哎呦这个判教书 荒唐到程度 有些律师 有些反而看出来 简直不可思议 简直不可思议 国内律师 香港律师 国外律师 不可思议 那我们的基金里边 那看完了都蒙了 全都蒙了 我问这些基金 你们还投不投资香港和中国了 我说要解决问题 大家一定要记住 在这之前我就说我基金要介入 你们千万不要介入 现在我说你们也不要介入 你等他 一定把他的所有的 什么专案主 什么去执行的 什么去进行的 开始的时候你们再介入 那如果国外贵我控制不了了 你们就可以介入 这场上天送给我们的最大礼物的审判 会成为史无前例的 中国依法治国的好样板 会成为历史上怎么看待共产党 怎么看待现在的政府 怎么看待王岐山 孟建柱 傅政华 孙力军 这些流氓们 这些所谓打着司法家族的黑社会家族 江家 朱家 王家 你看看这些人 整个是最好的例子 最好的例子 所有的律师看法全傻眼了 我要在这说句 最不该说的话 但我又必须说的话 从个人角度 我期盼着今天的到来 为什么 大家想想 我能把韩古政权 民族方正能拿出来一分钱吗 他这么做了 会把更多的基金和朋友 跟我团结在一起 让西方人更加会看到 到底郭文贵遇到了什么事情 现在我都不用解释了 130亿美元的惩罚 在2到4个月内全部完成 然后你看刑事判决书 他想改都改不了了 刑事判决书所有采用的条款 大家看完全是啥 我这是最近两年来翻译最快的一个司法文件 当这个司法文件 别人翻译快给我看 我说我都没有 我说我只有五六张 你们竟然有五十多页 太好了 给我一份吧 他们都翻译完了 挨个给我核对 我就点了几个问题 时间点 数额 当事人 外国人就全明白了 我说你看看 这个事儿是什么时间发生的 这个事儿是什么时间发生的 这个人是什么身份 他能不能干这事儿 还有这个数额 到底市场什么价格怎么回事儿 然后我再说 所有这人你看看 有一个人是在自由状态吗 任何一个国家法律 当当事人 证人 证词 这些东西都是在不自由的情况下 说做了证 那这完全就叫刑事逼宫 这完全都不成立的 不予承认 所以说 这倒帮了我 因为最近时间 我们有好几个官司 我要拿出两个证据来 第一个 你告诉这些人 诽谤 要请包括那个Rodger Stone 要一亿美元 还有什么袁简笔啊 趁菊啊 还有什么 这个国宝盛啊 夏业亮啊 这些人 那钱 咋证明你这个损失跟你有关系呢 行了 大连法院来了 明条写上 这个郭文贵作为实际控制人 我想不成的不是 我根本不是实际控制人 但是判决书上写的实际控制人 我说你看 有了 法官说这个接受这个接受 我说损失那么大 131亿美元呢 我让他们赔100万美元 赔1亿美元 500万美元 那不太正常了吗 这个好这个好 所以说这不都对上了吗 都对上了吗 另外一个 好在哪了 我现在要做几个担保 过两天我们在香港做点事嘛 港币生意嘛 个人担保 他说你这担保太大了 这家伙十几个零太大了 现在我说你看看 你要说我没钱不行 光一个政权 民主就罚了我 13个Billion 130亿美元 那你说我海外这个 我说我执这个 27个Billion 那你咋说 你不能承认 哎 这事真有帮助 真有帮助 对我下一步做的生意还有帮助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西方政府怎么看待我们爆料革命 这个事情不用再说太多了 大家所有的关注点 就在这一个案子上 对我所有过去的爆料和说法 都有了一个最好的总结 最好的总结 另外一个我说到这儿啊 关于案子的事情 咱们等等 他们把这个 上述期它就走完 专案主说了 上述期咋的 上述期不就是10天吗 完了以后 马上成为专案主 直接进入 破产清算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想抢你家东西的时候 那叫何患无辞 欲加之罪啊 是吧 那么这事咱也慢慢说 等他们走完 另外一个我说个小事 最近网络上吵得好多的 我带着这个勋章 我带着这个勋章 我想亲爱的战友们说啊 记住文贵曾经说过的任何一句话 我一再说过 文贵不加入任何组织 不加入任何帮派 也不会成立任何组织 任何党任何帮派 我这一辈子不会做政治 我对政治更不见 没有兴趣 这个是什么 我可以告诉大家啊 我看到网络上很多讲的事了 这绝对是 就是人家这个单位的给我的 但我绝对没加入这个单位 这个单位给我的 我绝对没加入单位 这是第一个答案 第二个我告诉大家的事情 谁有种 你要说你能带 我看到有人说 能买的那你带出去 你有种在大街上 你敢走上十分钟 你拍下来 你有种你试试 你看看你会什么要代价 第三个亲爱的战友 不要把这事当成主题来谈 不要转移任何话题 我们现在爆料的关注什么 关注的现在是港币 人民币 国内经济 关注孟宏伟 他怎么回国的 怎么消失的 和孟宏伟相关的信息和爆料 关注王坚的死的死因 其他都别上当 这个共产党的这个 这个某个已退休的政法委书记 说 从这次郭文贵时间看到了 多年来在海外布置的 沉默的力量 还是管用的 我们花了点小钱 给了一些耐心 今天发挥作用了 哎这话说的好啊 就花了点小钱 这里给了点狗粮 现在沉默的力量管用 你看看 大家去看看 喊了几十年反共的人 现在不提孟宏伟的事 我们关注的是 孟宏伟是官员的身份 他给很多人发了红通 他代表了共产党在海外的 筷子手 啥叫国际行政组织 他就是筷子手啊 杀过谁 非法的 发过谁的红通 在西方做过什么样的 司法陷害 司法贿赂 这对这个我们要求的喜马拉雅 和中国的民主法治和自由公平 是多有意义啊 不要 管这个孟宏伟她太太的 这个高女士的身份 和她干啥的 你说这不要脸的 这些海外伪民运的 这欺民贼 这位女士她有啥 她是谁 那依法去审 依法去办 你们不是追求的 就是西方法律吗 那叫无罪推理 人家想 你没说人家犯罪呢 你没定人犯罪 你逮着个弱小的去欺负 我现在那个强奸 这个论 已经是在西方世界已经都流行了 我说这些欺民贼们 你们要想想 有人去强奸你们的家人 旁边里跟那个小孩 你不敢对付那个强奸犯 你去打那个孩子去 你算什么东西啊 你这个 你孟宏伟是个强奸犯 你应该就恨孟宏伟去 你说你跟她在一起的 带着两个未成年孩子的女人 招你惹你了 她又没招你什么事情 她也没发动八九六四 她也没给你发红通 她也没搞司法宣派 她也不代表CCB在海外的筷子手 你对人家来什么劲啊 这不要脸的东西 所以说你看看这些欺民贼们 招人恨到什么程度 欺软的怕硬的 欺负女的怕男的 欺负小的怕大的 这跟那个你看看那个程健 还有中国的警察 打人抓人 打女人打孩子 你真看到那个黑道人都不敢打 这些伟名员郭宝胜 夏夜良 这个袁建斌 陈军 梁冠军 吴征这个烂人 还有这杨澜 这都是一号人物 你看这个郭宝胜这个畜生 你有女儿啊 你有俩女儿的 哪天这事轮到你女儿身上的时候 如果大家都去都问 这个郭宝胜的女儿是什么回事啊 郭宝胜不说 就说你女儿 你什么感受 所以说这些人太坏了 哎 最近我们的官司 有个啥变化 好几个人 我们原来告他们的时候 都不道庭 不愿意花律师费 不愿意不愿意花啊 马上就做了就是 这个 学习审判了 结果突然间 都是 不于耳同的 都来到法院了 哎呦你看看 梁冠军来了 我一年啊 我只有两个月待在美国 我大度在中国跟不着他告我 然后陈军也来了 找了个法拉圣的律师 哎呦我根本没有收到这个传令啊 然后呢 我现在我要应塑 梁冠军要应塑 他要应塑 然后呢 这个 呃 什么 那个女的叫什么玩儿啊 我叫什么王啊 啊 找不着 跑 那躲 然后袁建兵也要应塑了 所有的人 同一时间回来应塑 这都是有人付钱了呗 有人付钱了啊 这是一个 再一个你看那个吴征 吴征啊 Bernard Wu 律师叫Robert 在华盛顿有个律师傅说 还有这个瑞玛 强奸案 马蕊 啊 还有一个 财新的那个那个 财新的胡舒立 啊 还有一家是谁的啊 全部这案 哎 博讯 韦石 韦石 一个律师 一个律师傅说 你这个王八蛋 这都是吴征付钱的 全是吴征付钱的啊 然后一个律师事务所 一个律师 啊 你看他们这个路子啊 一个律师 吴征 博讯 啊 马蕊 前年 然后那些东可味 啊 开文董 那九家官司 胡舒立 一个啊 一帮人 然后涉及这些人 原来全都不接案子 全都不接 然后现在全都要接 有人付钱了吧 另外一个 专人主 现在就说 郭文贵 只要把他钱打掉 他全都完 这个逻辑就是他永远的路 把钱打掉 他就全完了 啊 所以所有的资产 都给你封完 一分钱 哎 每星期来一次到两次 专人上来 大领导 十块钱 我也发现你们 不清楚 我就把你们给抓了 把你们家人给抓了 啊 然后在香港 封你自来 现在香港到处到乱 然后到处去造谣 这就是盗国贼一贯的逻辑 把海面 海外的 沉默的力量 就是这些 打着民运的幌子的人 作为沉默力量 来阐述 然后最近 集体的行动 就是浪费你的事 第二步又来了 让你硬住 浪费你的时间 浪费你的精力 然后啪 就王岐山说那个 我就不相信你郭文贵扛得住 啪 就下来了 再一次的 司法诉讼 资产查封 然后再次造谣 然后 现在让你郭文贵 再次遭受一种 心理上的 经济上的 再次的挑战 为了什么呀 不要讲 王健之死 不要开记者发布会 他们太恐惧这件事了 大家记住沙特这个 你看这事 他可能会平息下来 但最终对他的伤害 是巨大的 我跟他都很好 我跟他们也有合作 但是这绝对不可接受的 这个事太大了 王健的事情 绝对是天大的事 绝对是天大的事 所以说他们绝对不允许 这事发生 这是他的核心目的 再来接下来 他们知道我会抱什么 千万别再开口子 第三个 千万别跟美国走上 他最害怕的条路 这就是他三个害怕 这就是三个恐惧 你们那些怕的事情 你怕啥我知道 我怕啥你真不知道 因为你是狗眼 你一直以来都是 用狗的眼睛来看 永远不够高度 然后就像这个 昨天下午 美国的几位朋友 我一会儿我跟这其中两位呢 还会在他的那个办公室 还会见面 他问我 王岐山为什么去以色列 我说非常简单 王岐山头两天 这个跟几个人讲 美国人不是不给我们技术吗 去 他技术哪来的呀 大家 不知道 其实都知道 等着忽悠呗 等王岐山说 美国的技术都是以色列的 我们就掏他的钢去去以色列 后花园转转去 掏钢去了 真掏钢去了 去以色列 去以色列 参加以色列的 这个科技创新高峰论坛 就是到以色列去弄技术去了 他说 那我得去走走啊 去逛逛啊 下一步什么事最重要啊 油嘛 那去 沙特 UVE 是吧 转一转 顺便也可能去伊朗 去了 埃及 走一走 干嘛去 你看 非常清楚 搞科技搞油 第三个 战友们你们没有拆队子 他为啥去那 他说你川普 你怕以色列 我弄以色列 你不敢惹我 我敢弄技术 你怎么着 掏你的钢 送你的后花门 再一个 你不是 跟这个沙特事儿 你很小心吗 你怕沙特吗 不敢讲 我就去沙特 我就去中东那几个油锅 搞你 然后 最后的目的 他要说服这人 要人民币交易 人民币 搞石油 人民币 去偷这个科技 这就忘记了 回去以后 啊 穿上飞机 小手一摸又来了 咋样 咋样 气色列 你看我弄了这 欠了多少合同 什么什么科技 AI什么也来了啊 AI也不会让你渗强起来 然后 你看看这有 牵几大笔合同 都是人民币 厉害了 然后 在香港上 他要动作 为什么 头两天 王岐山说 千万要小心 西方 就以美国西方 在香港和台湾和澳门问题上 有重大动作 这是王岐山说的啊 他这小子还是挺聪明的 在香港澳门台湾问题上 小心美国手的西方 有重大动作词意味着什么 他懂的 西方只要是在 他的整个的法制系统 金融系统上 做出任何性的制裁 香港澳门 都是大问题 然后在台湾上 只要任何经济上的帮助 和互动 那都是对香港和澳门 致命一击 他清楚得很 那个地方一旦有了问题 王岐山家的钱咋办呢 江家钱咋办呢 朱家钱咋办呢 朱家钱咋办呢 人都在那上班 对啊 那过日子呢 是不是啊 七大亲的八大姨的 子子孙孙的 前三代后三代 是不是啊 子子孙孙又一代 那不就麻烦了吗 小的很聪明 打上国家的民意 满脑子他的想法 胡怀邦被他抓起来 那个胡怀邦 那是他绝对好哥们儿 抓胡怀邦之前 有人给胡怀邦送话去 说你知道 老板怎么对你的 抓你没有办法 也是上面那个大领导定的 因为和叶建明 还有另外两个老板也抓了 一个房地产商 还有一个是搞金融的 也抓了 大家都不知道 因为是我朋友 我就被先说了 说必须抓你 钱一定给你查实了 但是到里边 两个不能说 关于老爷子的事 一句也不能说 第二件事情 关于朱家的事情 一句不能说 然后说老爷子 他会让信任的人 出了你这个案子 所以你看看啊 胡怀邦的案子 高高拘取 慢慢放下 然后你看看 凡是王家的金融案子 跟有关 高高拘取 轻轻放下 然后凡是那什么 他家族的力量 所以王岐山去中东 去以色列 去以色列 偷技术 找川普害怕的人 川普总统 去这个 中东搞油 人民兵报线石油 去找他害怕的人 然后转一圈回去 一定是把在香港澳门问题上 重新布他的金融局 但是美国也不傻呀 美国西方也不傻 所以这位朋友 昨天下午我说 王岐山 要干啥 要给你们布了一个长线 你们的恐惧 就是他的朋友 你们现在要在中国做的 他就给你破这个局 到以色列拿技术 到中东搞能源 人民币乡下 他完全明白 完全明白 我说你看他有多可怕 头两天把金融街这帮人找去 搞了一把 羞辱了一把 东西撂了一万多亿的 这个放水出来了 对美国是个侮辱 对华尔街是个侮辱 对川普总统是个挑战 然后砸你的市场 威胁你的这些 这些各行业的股票 影响你的中期选举 接着巴的来这一圈 你看看 我说西方人 看待中国 看待中国 真的是不一样 这刚刚我在直播前 一位朋友 在日本给我打电话过来 都很晚了 老人家了 他说这个文贵啊 我最近看到最大的变化 就是班农也好 美国总统也好 美国高崇 还有来到日本来跟我见面的 都说要把共产党和中国分开 和中国人民分开 这是你的功劳 我说这确实是我的功劳 在我之前我没见过哪个华人 敢这么说话 这跟蒙铁海外什么民运的 拿着扯淡的事儿 下次他也不敢 他就没这个脑子 我说我跟任何人见面就是呼吁 绝不允许 他们也不配 也不能把中国人民和共产党连在一起 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民 更不能代表中国 他不配 对 现在已经形成了共识 那我给昨天下午美国这个朋友 我说 我希望你理解中国的时候 你不要把王岐山和孟建柱这些人 和现在的共产党 就完全理解成中国人 我也不希望 你仅仅的站在这个角度上 去考虑我跟你说的问题 这个人现在已经完全 现在是最重要的决策者之一 也是中共现在最恨的人 比班农还恨 比班农还恨的人 他说完全可以接受你的观点 我现在也可以接受 我说 您在任何情况下 希望不要把中国人和CCP放在一起 我希望你们在白宫做解令的时候 不要把这三个问题给混搅了 我说那王岐山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 我说你们现在应该到以色列去 如何防止他们把技术给你偷过去 收拾你 如何到中东去提前到位 告诉他们不允许他们做人民币交易 不允许他这块药物洋飞搞一把 这就是现在我要做的啊 接下来 我告诉他们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香港的问题 澳门的问题 台湾的问题 我问你们要让他们感到疼 就在南海上有动作 香港澳门上有严厉的制裁 经济上有重大的动作 然后想尽一切办法让台湾安全 想尽一切办法让台湾经济强大 想尽一切办法让台湾更自由 其他别无选择 就这么简单 而且我深信 美国的一系列的政策 就在这几天 也会更加出来 这都是一个月以前做的决定 会一个一个的推出 大家甭想G20了 太远了 这每天都是重大时间 台湾会越来越好 会走向事实上的独立 香港会经历剧痛 但一定会有一段乱 乱完以后 一定会回到自由的世界 澳门将成为灾难之地 永无回头之日 我们对待CCP 不要有任何幻想 这就是文贵 今天给大家简单的聊聊 我过几天 等他们事往前发展了 那几个直播我们再来 然后这几天 让他们走一走 看这事情发展发展 最近的什么都在发展中吗 对不对呀 美国的几个大政策 中国的几个大行动 是不是 接下来的这几个敏感区域 让他们走一走 好吧 这个月很热闹 28号 25号 24号 契闪通知又出来转了 叫他转完 然后呢 王健的下个月的新闻记者贷得会 然后呢 这个沙特事情的变化 会跟王健的事情连在一起 叫全世界关注 这个月发生了真的不少事 接下来 你会看看 在南海发生了什么事 在香港 台湾发生了什么事 更重要的事情 从这周末 下周开始啊 因为我提前爆料 让人家的制裁法案 推迟了一周 这是 所以说不能乱报啊 不能乱报 下周全面开始 看看发生啥事 关注港币 看好人民币的汇率 这就是文贵今天所说的 谢谢所有的战友们 现在为所有的中国 十四亿同胞祈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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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所有的战友们 愿你们平安健康幸福 我刚才没看这个 哇塞 看台湾敢不敢吃 台湾敢不敢吃 你都得吃 台湾 台湾敢不敢吃 哎呦 这个 我就不一一回复了 亲爱的战友们啊 我就不一一的回复了啊 不一一的回复了 那么 亲爱的战友们 一定要有定力 千万别被这些 小事还有那些小聪明 所谓的很便宜的 那些沉默的力量 影响了我们的眼睛 这一点用都没有啊 那都没用 谁都没办法改变这个事实 共产党完蛋 一定会完蛋 他完蛋什么都会变 不信咱就走着看 时间不会太长啊 亲爱的战友们 千万别浪费你的时间 咱那些八卦狗舌上 29年了 成天点蜡烛 成天搞募捐 成天搞捐款 你说 有用吗 啥也不会发生 香港 台湾 澳门 南海 港币 人民币 汇率 A股港股 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 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 会怎么发生 亲爱的战友们 这真是个伟大的时代 美好的时代 充满了机遇的时代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所有的战友们